前兩天比較平穩 昨天又增加比較多 現在總共的病例是23102人 比昨天成長了差不多三成 國內三號新增23102例本土案例 確診個案中有5例死亡 確診病例單日突破2萬大關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疫情仍處在緩步上升階段 有可能在5月中下旬打到高峰 指揮中心將會以低中高 各類情境的推估 來嚴嚴應應計畫及配套措施 疫情持續延燒 離島地區也難逃一劫 蘭嶼鄉近期也紛紛出現確診個案 公所清潔隊3號 也針對蘭嶼中學 蘭嶼某民宿緊急清潔 紅頭部落的定期清潔 則因為遇上大雨而暫停 持續再跟確認一下 它消毒的範圍 希望能夠擴階到整個部落 民宿有時候有些是在部落 那我們只能勸導說盡量不要帶遊客進去 蘭嶼村長施拉恆表示 為了預防疫情蔓延到部落 日前已跟公所召開防疫工作 除了勸導民宿業者不要有部落導覽等活動 並加強防疫措施 也希望公所擴大傾銷範圍 原始新聞胡蘇八度 台北市採訪報導